哈喽,小表妹又回来了 但是首先在低星世界打怪真是不要太爽 这两天收窝了不少的龙蛇兰 你们的功劳大大的 姐姐,这个花有这么大功劳吗 这不就是普通的花吗 不不不,这可是低星世界的特产 可以用来这个高级食材 是很宝贵的名花 原来是这样,那还等什么 带过去种多一点呀 回到地面,刚好是大中午 朗朗清空就是大火的好时间 这就准备见个大家的旋转花蓝 在养殖场附近的树林里还有一大片花海 有橙色龙蛇兰,红色龙蛇兰 还有低香花和星辰花 简直是大杂坏 这么多种类的花足够建一个漂亮的花坛了 以后随取随用就方便多了 把周围多余的银鼓清理点 你就选择青青草原上建花坛 用奶白做银石砖在底座描出四边叶子 形状就是上肩中肩扁 下面再收回去避笼 姐姐,你为什么不用土块呀 土块可以直接种花,不是更方便吗 也不是不行,但这次我要做个旋转花坛 用银石砖才能被旋转方块带动 原来是这样,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接下来当然是先睡个大觉 太阳光雾都下山了,我也不能熬夜 你看凤梨都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怎么这么快就天亮了 我都还没睡够呢 姐姐,还是快把旋转花坛建出来吧 我都等不及想看看了 好好好,这就去见 现在四边叶子密密密密密密密的 有很多缝隙 转轴方块是带不动旋转的 先把有缝隙的地方一个个连接起来 旋转底盘就是这样的 中间空的部位配放其他颜色的方块增加色彩 作为推较机械臂来合成转转方块 虽然被采料但给你做很多好看的东西 在增加新往下放上旋转方块 比较用电线连接出去 上面添一个银石砖就可以带动整片叶子旋转了 启动开关试试 嘿,效果还不赖 如果太快的话可以加个电阻减少电能的功率 我做的比较大,所以转的慢 现在就可以围着花叶铺满土块了 中间记得留一格用来浇灌 干旱的土可不会开花 上面还可以做一朵盛开的花蕾 我才刚铺完就下雨了 只好热热土叶 我可不想感冒 赶紧去避避雨 终于放晴了 土地也翻新过了 拿出地形日记带回来的龙蛇兰波容上 粉色龙蛇兰可以做香衣鸡瓜汁和香衣野萝卜 红色龙蛇兰可以做香衣羊宝 香衣汉堡和烤鸡 想想就都空水 上面肚光也不能空着 就装上咯咯的新橙花 姐姐 这个我知道了 下面的这你最爱的丁香花 不错嘛 丁香花散发的淡淡的香气 我最喜欢了 我的旋转花坛终于建好了 启动开关让叶子旋转起来 姐姐 太美了 太棒了 我想吃香衣食物 别着急 有了花坛以后想吃什么香衣食物都有啦